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暫時看不到有什麼必要 要將限賴令解除 香港市面上的奶粉供應 其實是很充足的 將會覺得應該是時間可以檢討 商會和奶粉商都有一個協議 就是說我們會有一個媽咪券 這些券下來商會的藥房 我們是保證三天之內一定會拿到奶粉 到今天我舉個例子 例如美蘇嘉義二號 這一隻貨在北區都經常會有斷貨的情況出現 所以如果你一放寬的話 我是很擔心會出現以往的狀況 北區屯門元朗 這三區的居民已經表示很擔憂 一個政府的政策 最重要是令市民能夠安心 其實奶粉當年為什麼要限賴令 因為BB1要這些配方奶粉 這些是市民的基本需要 所以我覺得一定要令市民安心才行 既然那個條例對市民是有個保證 有個保障的時候 我自己覺得不應該輕易說 要去做太多的檢討或者動動 我們可以做太多的檢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